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连千亿先直播主之乱 拼刷一排轻判失败 维持一审原判的关七年 连千亿拼刷一排轻判失败 高雄直播主连千亿与宠物店老板郑佑人于2019年9月 互相挑衅引爆直播主之乱 隔年7月 连千亿被高雄的愿意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枪炮、恐吓等六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年55天 其中一年刑期逾55天距役 可一颗罚金42万元 应执行行为7年 连千亿在一审判决出炉后 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高雄高分院12日二审宣判 驳回连上诉 维持一审原判 可上诉 自封直播天王连千亿与大人歌正诱人互杠 自2019年9月17日凌晨开始 连千亿位于古山区的旧仓库兼直播场 以及大人歌投资的宠物店 连续三天闹哄哄 砸店 撞仓库 开枪样样来 没有一天平静 引起高层震怒 现任警政署长 时任刑事局长黄明昭还南下坐镇督军 高雄也陷入了治安黑暗期 检警经调查后发动大规模搜索 发现高雄分会成员多半拥有枪刀等工具 且长聚重姿势 并在高雄市 苗栗县查获枪支两把 子弹三十五法 五是刀 开山刀各一把 西瓜刀一十五把 球棒一十八支 铁锤一支 太阳会徽章九十个等物证 并于21日新北市中汉逮捕连千亿 检方复讯后提出生压获准 连千亿于23日下午 被送进高雄看守所 全案侦查终结 一共起诉27人 高雄地方法院经过半年多的审理 尽管连千亿在压期间 还以赞助者的名义赠送干洗手防疫 希望能够营造正面形象 2020年7月29日一审判决出炉 连千亿被依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枪炮 恐吓等六罪 判处连千亿有期徒刑 8年55天 其中一年刑期于55天距役 可一科罚金42万元 应执行行为7年 而后连千亿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高雄高分院二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也就是说的入监服刑7年 全案可上诉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